有了流量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我们的整个网店 那怎么分析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网店上面安装一个Google分析 那么在Google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 Google分析 因为Google的话每天的话有超过50亿的搜索量 来自Google的流量的话机会非常非常的大 即使是说现在有来自短视频来自社交媒体的冲击 但是Google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流量平台 那我们既然有流量那我们也不能放弃 因为Google广告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投放 可以把广告投放到我们的油管 也可以投放到很多网站上面都没有问题 搜索出来以后第一个就是它我们点击一下它 那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那开始 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注册一个全新的账号 那我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开始 我用我的Gmail邮箱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以后这里的话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开始 如果你进来的一个界面的话它是英文你可以拉到最底部 把这个英文的话改成一个中文的简体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立即开始使用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开始 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一下你要分析的一个网店的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店铺的名字的话 复制进来填到这个地方 只是方便你自己的一个区分 上面填好以后的话 我们拉到这下面的三个默认都把它勾上点击一个下一步 这里填写一下你的一个媒体资源的一个名称 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下 Shopify 时区你可以随便选 这个币种的话你可以选择美元 点击一个下一步 那这里商家的描述我们可以选一下 行业类别 比如说我们做的是这种 矫正带 是贝贝加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可能属于一个健康类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选这个健康 然后业务规模多少员工 这里随便写不重要 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选择你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目标的话 都可以把上面几个的话 选上 提高现场销售 我发觉潜在的客户 提高品牌的致命组等等 点击一个创建 下面这个勾点上点击我接受 这里的话我们就有创 这里的话我们选择平台 我们选择网站 然后这里可以填入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网址 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Shopify 点击这个眼镜 那把我们网站的首页的地址的话复制过来 那填入这个地方 把前面atttps这个去掉 重复的去掉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一个你的网站的一个名字 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并继续 然后这里安装测试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用管它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 这里的话我们也先不用管它 我们点击这个插把它关掉 点击一个下一步 这里的话显示正在 等在一个数据的收集 我们点击继续前往首页 然后点击这个插把它关掉 这几个的话 你觉得你如果想了解这些信息 那你可以把这些都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Shopify后台 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 这个偏好设置我们来点击一下 偏好设置我们往下面拉 这里有一个Google分析 我们是这个东西我们点击一下设置Google 我们点击右下角这个安装 把这个Google这个应用的话安装进来 安装这个以后的话 等一下我们设置Facebook广告的时候的话 也是在这里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先把这个分析的话先装进来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点关联我们的Face 关联我们的Google账号 我们点击右边这个关联 点击个继续 把这里所有的话都填允许 这里关联关联 Google的分析媒体资源 这个地方已经它自动的话已经有了 我们点击一个关联 然后立即在Google上面展示你的产品 提升销量 这里的话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 Google的一个广告 那我们可以随便在Google里面搜索一下 我们的产品名字 那当然我们希望你把Google的话 换成一个 USA 美国 因为默认的话是香港 点开 美国Google 然后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顶部的话就是一个广告 如果说你也希望你的产品的话出现在Google的搜索 搜索的前第一名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来 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投放设置我们的Google广告 那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个 Google 第一个我们选择这个 Google广告点击一下它 然后拉到最底部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繁体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中文的简体 点击右上角 这个立即开始 那它设置Google广告的话 跟我们的Facebook广告的话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它要比Facebook广告稍微要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按钮可以创建我们的广告 我们选择第一个活动 这里面的话它的推广方式 我们要卖东西 因为我们做的是电商 我们选择第一个销售 然后这下面的话 选择一个活动的一个类型 我们要做的 你要做搜索广告 展示广告 或者说购物的广告 我们要做的是这种购物 直接卖东西的这样一个广告 那它们区别就是 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Google搜索出来 这样一个shopping就是购物广告 我们下面拉 那这个的话就是赞助商广告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的话搜索广告 那你要做搜索广告也可以 但是的话 我建议大家 你刚开始可以做这种直接购物的一个广告 让它出现在Google的搜索结果最顶部 因为这个很明显 因为你做这种赞助商的广告的话 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 它只是显示的一些文字信息 那么选择 要运行我们的购物广告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商家中心的一个账户 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些产品 我们点击这个创建 这里填上了我们的一个品牌名字 然后我们的一个域名 然后我们注册的国家地区等等 因为在中国我们直接可以选择中国 点击一个创建 这下面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购物的一个广告 点击一个积蓄 因为Google广告的话 它设置起来其实更省心一些 它就像那种设置好 就基本上不用操心这种感觉 刚开始可能需要稍微调一下 但是后面就比较轻松了 基本上你每周看一下就可以了 而特别适合我们比较新的品牌 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活动的名称 那你可以这里填上你的一个品牌的名字 等等的方便你自己区分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CPC 你想出多少价格 或者说你可以按这个ROI进行一个出价 也是没有问题 或者你如果想获得更多的点击 你就选这个 刚开始你刚开始你可以选择这种按CPC 按点击一次多少钱来进行一个设置 也可以设置一下你每天的预算 刚开始的话你不要做太高 每天花个10美金掀起感受感受 那广告的话会出现的Google搜索结构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包含上 你的广告要投放的地区 那这里的话你要做的美国市场 或者说欧洲市场哪个国家 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 我这里选择了美国 或者说你会输入另外一个国家 都可以用这里的话 刚开始的话我们可以 第一个的话就是所有的国家或地区 第二个的话就是美国或加拿大 第三个就是美国 我建议大家前期不要把广告投的太分散了 我们先集中测试一个国家地区 还先试一下效果 目标的话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增加一个广告组的名字 这里设置一下你点击一次 愿意花多少钱 比如说我点击一次愿意花 0.5 这个它是人民币 可以刚开始价格一倍 你可以先出一个 刚开始价格你可以适当行出一下 看一下等一下 投放一段时间以后 那有没有人点击 如果说没有人点击 你再加价就可以了 点击左下角 这个创建活动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点击这里 进入我们的后台去设置一下 点击开始 这里的话可以展示你的一个产品在Google上面 然后这里去到我们的一个Google油管 或者APP 我们点击跳转 这里点击打开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APP的话装好了 这里请确认你的网店增加了联系信息 我们点击一下 那我们点击确定一下 然后这里可以关联我们的一个Google的一个账号 那我们点击这边这个新件 这里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账号 创建新的账号 点击一下关联 这里的话输入我们的手机号 因为等一下这个手机号我们需要验证嘛 这里需要填一个你真实的一个手机号 点击右边获取一个验证码 点击一下验证设置我们的一个费的商品同步设置的话 正在同步我们的产品不用管它 这里选择一下我们的目标国家语言 我们这里选一下 我选择美国英语啊 没有问题 运费设置我们可以随便 自动导入运费信息保存 然后这里点击我以约度这些条款 点击一个完成 这里商品状态零件商品通过这个应用销售 以批准零件都没有批准 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 我们的商品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同步到我们的Google商品的中心 如果说这里没有暂时的话 我们等一下回来看就可以了 有需要的朋友的话 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开始 按大的步骤去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Facebook可能因为这里同步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这里先不用管它 Google的话它还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 来审核这个产品 这里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个大概就是油管的一个广告设置的流程 如果你预算够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帮你设置一下 Facebook广告也可以 因为刚开始的 你可能不是很懂 你需要花一定时间去学习 优化整个流程 我讲的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创建的流程 后面还是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要做 你可以来到Fiverr搜索一下Google Ads 上面的话因为Google广告的话已经非常的成熟 那懂这种Google广告的人才的话也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可以在Fiverr上面搜索 那比如说这个人 他可以帮我们设置管理我们的一个Google广告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人 那你们可以去选一个评价比较好 销量还可以的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4.9分 而光评论数的话就超过1000 那可能这个人的话他还比较懂 那我们可以试探兴趣联系一下这个人 看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下这个Google广告 那第一次的话你可以请他们帮你设置一下整个广告 油管平台上的话也有很多大神的话 在说因为Google广告的一个设置 因为Google广告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相关的教程非常多 刚开始只是让你先自己操作一遍 那熟悉一下整个的流程 那每一步该怎么样做 那以后的话你自己管理起来的话也会得心应手 而且这些经验的话还可以培养你创业的一个心态 让你知道你擅长什么东西 而不擅长什么东西 而赚钱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和你的分配这些工作了 希望有风的付出能对你有所帮助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空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